生活的董布吉賈的這個火花幾瓶 等待人領用的糕的素養是不正的 雖然說過人家來拍照好 但是最近這種的鹽熱天氣的糕 來比北斷的火花是相當的艱苦 為了漂冰到被安弟弟希望 所有的這些糕出現到的情形 董布吉賈有幾部可以幫忙消瘦 如果天氣很熱的話 其實我們工作人員都會做那個 用礦泉水瓶然後裝水 然後放在冷凍庫讓它結冰 形成像冰堡的樣子 然後我們會放在它們的水裡面做一個 讓它們可以喝冰涼的水 然後就是可以消暑的感覺 剛才是從這個寶特瓶來蒸水 放在冷凍庫的冰涼 放在糕子喝水的盆子裡面 剛才水冰涼之外 和這個糕子的室的溫度賣檔來降溫 以後我這一間跟一間的這個糕子 在他頭上來拍溫度賣的新館 為了漂冰到蜜朵的動物 直到最近也將糕子的觸定 換作是這個風涼再來風拍的材質 那像我們這邊狗屋區的狗屋的話 其實它上面都有做隔熱的效果 因為它們就是可以遮風避雨 然後也可以遮陽 所以它們進去的話 其實都是有那種溫度會比較下降的那個樣子 既然你在鹽外的天氣都沒有自家 因為說使用的很多糕子跟糕子 受限空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全部我們關於關於地質的實力 讓我的空間透過這個瓶桿子 以及這個觸定來做一個風液來做一個小數 但是最重要的是希望 有人可以將這個糕子全部人領用回去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兩邊的收容所 在灣裡跟上花現在的收容量都比較大一點 那希望有喜歡狗狗的民眾 都可以來跟我們認養 那就是有喜歡的狗狗都可以上我們的官網去查詢 或去看一下這樣子 那可以跟我們聯繫 或是到我們動物之間來參觀 南非yk人大家想起選的話,踩船補走 南非ще問大家想重ioè蛇要踩船補走的